好這難道又是王不見王嗎 在之前賴清德舉辦的政見發表會當中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一出場 被基層黨員狂嗆下台 噓聲不斷 而高嘉瑜則是回憶這些長輩一句身體比較重要 就被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李建昌批 這些消遣長者實在是太驕傲 而在今天兩個人是出席了同場活動 一起來聽一下 討厭你的人喔 他們怎麼樣 你做什麼 他們可能都會往方方向去思考 或是惡意的曲解 講話分寸 民進黨你如果要批評指教大家都歡迎 但是講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長期的政治工作者 你講出來的話 到底是善意還是惡意 還是在稱自己的聲量 好不過呢 現場確實是瀰漫了一些煙銷味 因為就在高嘉瑜致辭結束的時候 李建昌沒有拍手 而李建昌在致辭的時候 高嘉瑜則是跑去跟選民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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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